在晚上走東京新宿,經常會見到一群花貴少女,大了行李站在車站附近,他們心無紛紛,居無定所 這群小女可能因為家庭、學業、感情等問題而離家出走 在日本,他們稱之為神代少女 神代少女意味著是等待神明的少女,任何人願意提供幫助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神 很多人會將神代少女和性交易扯上關係,但很多神代少女的本意是得到神的無常幫助 只不過,在現實當中,往往都被迫以肉體作為回報 這群小女會在網上發文請求幫助,並且很快就會收到好心人的訊息 輾轉間,他們會去到不同人的家裡流連、逗留 但伴隨著他們的,可能是無盡的悲劇 有些人遭到暴力的對待,有些人被盛侵 甚至乎有人因為這樣而被殺害 大家好,我是W,歡迎來到WAR Channel 很久沒說過奇案故事了,今天跟大家說說日本版上遇名誘拐案 時間拖回到2019年的8月頭 一個十四歲住在兵庫縣的中學女學生 在Twitter表示自己有離家出獎的意圖,希望有神的幫助 奇獄縣三十七歲的大叔,版上遇名看到之後就馬上message這個女學生 版上遇名,三十七歲,日本圈央資產管理珠色會社的老闆 這間公司從事的業務是房地產 十幾年來主要經營廢墟不動產投資 詳細來說就是營運一些棄置了空置了的房產 跟他們的主人簽好了合約 再由版上這間公司出資去收輯房屋,再租出去 因為簽了的房產,無論在地理位置和物業的外觀都是非常吸引 所以不怕租不到出去的 而這些房產的主人在扣除了收入費和裝修費之後 也都會得到回報 而版上遇名就會收到佣金和部分的租金收入 而整個社會來說也會因為這樣減少了空置的房屋 除了這個業務之外,版上遇名本身出生於富裕的家庭 在Facebook的簡介中,他聲稱自己和他的父親 一共持有八個房屋,七十二間房 據日本傳媒的保守估計,他的資產是超過億元 同一時間,他也有妻兒,生活可以說是非常美滿 37歲的版上遇名和15歲的中學女學生表示 尼卡出手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希望他不要這樣做 相較其他網友嘔心的言論,版上遇名的信息得到這個15歲女學生的信任 因為這樣,他們開始緊密地聯繫 後來他們聊聊聊,了解到這個女中學生的家庭背景 關係非常複雜 所以,版上遇名就跟這個女生說 不如你來棋育園吧,如果你學習的話,我就讓你吧 在8月28號,這個中學生和他家人吵了一場大交 之後,他又真的搭火車去到棋育園 版上遇名就在車站接了他之後 就安置這名女學生在他公司的office上 事實上,版上遇名的公司office的所在地 和他自己的家只有兩分鐘的走路路程 而且,這個office實際上也是他的出租屋之一 之後,在9月17號,版上遇名在twitter 聯繫上另一個14歲的有意離家的少女 這個神代少女懷疑被家庭暴力 曾經去過警局求助 但因為未成年,往往在之後都送回家 版上遇名就跟這個少女表示 同時,他家裡還有一個女學生 可以進來了解一下,不需要那麼擔心 所以這個14歲的少女都接受了神的幫助 以及另一個15歲的女學生 一起住在版上遇名提供的住所裡 跟平時的拐騙案件不同 他們有獨立的套房 有門時可以自由出入單位 也有提供手提電話 生活費給他們 可以隨時跟家人聯絡 以及外出買食物 不過他們被要求去學一些房地產的知識 他們有一張書桌 書桌上放滿了相關的書籍 而且版上遇名是會定期考核 這段時間 期間14歲的中學生更加寫信 回家報平安 與此同時 在第一個女孩失蹤之後的幾天 其實普和警察局已經收到她的親生父親的報警 都已經扣了電話 不過 日本警方當時沒有安排大量的人手去跟進 因為這些離家出走案件 就圍到是 通常隔個禮拜 就自動結案 找得回 但是這個案件裡的女學生 遲遲都沒有消息 所以警方開始正式落案去跟進 他們由火車站的閉道電視 找到這個失蹤女學生的蹤跡 跟隨著蹤跡 在閉路電視拿到接送車輛的資料 在11月27日 警方鎖定了版上遇名 並供入了旗下的出租屋 救了兩個女學生出來 但由於警方在行動之前 是以為只有一個女學生被人誘拐 但最後他們找到兩個人 所以他們大為緊張 不知道還會不會有第三個人出現 版上遇名被捕之後 傳媒真相報道 並且把這個案件和其他拐騙案 相提並論 有電視新聞初時更加說 版上遇名在期間有性侵孩童 而且有地區的小報就說 版上遇名是表面經營房產 實際是經營馬籃 這樣說 頓時之間 版上遇名和他的樣子 登上了各大報章的頭條和電視新聞上面 有電視台訪問案發地點附近的鄰居 鄰居說 版上遇名每天都會買大量的食物到案發的單位 由於版上遇名本來就住在附近 再加上他的職業就是包租工 所以鄰居對於有陌生的小朋友 住入這個單位也不會覺得有任何質疑 加上案發期間這個單位是在裝修著 包租工的行為可以說是十分之合理 隨著事件曝光 消息就越來越多 大眾就知道兩個女孩從來沒有被人性侵 而且版上遇名是提供了學習機會給他們 版上遇名就公清 因為之後想開一間房地產公司 希望立即會有優秀的員工 所以就幫這兩個少女補習房地產的知識 這個說法有些網民就說 疑犯版上都不像是壞人 給兩個小女孩學習扎健的國家資格 說這個疑犯可以說是徹底的好人 在原生家庭生活不了下去 離家出走的時候遇到版上這樣的貴人 又有自由又有生活費不好嗎 版上遇名這件案件 兩個中學女孩是可以自由出入底下 仍然自願逗留兩個月 與其說是誘拐 不如說是保護好了 但根據日本未成年有拐罪規定 只要違反了監護人的意思 將她未成年的子女帶來家庭 就已經是犯法 就算是得到未成年者本人的同意 都是一樣的 由於版上遇名有時中學的女孩離家出走 但也沒有通知家長和得到她們的同意 所以版上遇名當時已經被控未成年者有拐罪 最終法院在2020年6月11日正式宣判 嫌疑人版上遇名未成年者有拐罪聚成 但考慮到 第一版上遇名是有叫過女學生不要輕易離家出走 第二版上遇名除了叫過女學生外 原來她也有訊息過一些男學生 第三版上遇名有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和教育 第四版上遇名是沒有對女學生施予任何性侵暴力 也沒有限制她們的自由 所以法官輕判三年換刑五年 版上遇名是當場釋放的 判了換刑五個月之後 版上遇名出席同行的YouTube節目 談及了這個誘拐事件 她形容自己是好人 剛好有能力也有房間租出去 只是想做好事 她提供給兩個少女三餐的住宿電話 教育機會 並且肯定沒有跟少女有任何的身體接觸 而她老婆在案發之後也沒有提出過離婚 因為案件和其他的典型拐片案是完全不同的 去到這裡相信大家都對於這個版上遇名 覺得她是一個大善人 就好像很多華民新聞以下的所有言論一樣 不過就似乎沒有人去了解後續的事件 而華民地區無論YouTube還是新聞都沒有人報導過之後的事情 在2021年7月 21歲的尼家神代少女 在Twitter上哭訴給神性侵 有網友好心了解之下發現性侵者 就是正在換刑期間的版上遇名 而案發的地點又是同一座物業 就在事件曝光之後的第二天 即是7月9日 日本警方以強制性交罪逮捕了版上遇名 不過版上遇名就極力否認性侵 並指雙方合意性交 女方在過程中沒有任何抵抗 而今次網上的言論就由上一次的大好人論 變了當初放了個惡魔出去了 司法制度真是好笑 拐美成年的學生竟然判換刑 奇怪的是他在換刑期間可以做任何事 放任犯罪行為的人都有責任 的確是很諷刺的 但當初的換刑不是大家都想見到的結果嗎 然而相關的強姦案件就無質疑中 因為並沒有實質的證據顯示版上遇名有強行性侵 最終版上遇名是沒有被起訴的 繼續現在仍然安然經營他的地產生意 不過不知道他還有沒有收留神代少女了 你現在看回那宗有怪事件 版上遇名說是培訓少女去做未來的地產代理 會不會其實只是版上遇名操控少女的第一步呢 首先版上遇名在社交媒體的簡介裡面 提及自己有幾大的生意 以及控制的租盤多寡 彷彿就是營造他的Social proof 社會證明 故意讓自己看下去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對象 提高自己在對方心中的價值 尤其是對象是兩個未成年的中學生 特別容易被洗腦 另外版上遇名要求兩個中學女學生 學習房地產的知識 還要定期考試 在過程期間 版上遇名其實就是由這個房地產領域的專業知識 來影響他們 以達至到贏得對方的尊重 以及建立自己的威脅 情況就好像一些私生戀一樣 老師是因為有過多的知識來吸引著女學生的注意 更何況如果警方當初沒有徵破案件的話 被誘拐的兩個女學生 長時間在相處之下 會不會得到斯德哥爾摩口群症 就當版上遇名最初的動機是相當之純正的 也都難保將來他是不是都是這樣 不過事實是怎樣 或者只有版上遇名自己才知道 大家又怎麼看呢